欢迎收看优史湾区资讯报道 我是特派记者的大象 第四十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即将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龙腾华运光辉四十 这场盛会是湾区桥节的重要活动 今年共有24个赛事项目实力届最多的一次 新增的项目包括皮克球 以及会部举办的床球排骨和足球 为了筹款大会将于6月15日举办募款晚会 正式的开幕和八项C师活动将于7月21日 于Cutino High School举行 青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主任委员陈朝圈表示 今年是华运会的第四十周年 感谢众多优质召集人的参与 还相信这一次的活动会比以往更加的精彩 陈朝圈也提到希望从今年开始 华运会的影响力即将要扩到旧青山以外的华人社区 甚至在到顺火与洛杉矶进行宣传 他认为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应该让更多人 能够来参与用运动的方式结交朋友 华运会本来就是用运动的方式来结交朋友 然后来锻炼身体 然后继而来凝聚侨新 让中华民国在美国的知名度 能够知道他们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所以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 所以他的意义里面 华运会的意义是蛮重大的 这个要认真做的话是可以做到很大 地上湾区桥桥中间主任赵阿树也表示 华运会一直是湾区桥界的一大盛事 透过这个活动 乔民能够以运动的方式凝聚相信力 并且每年都兴许多主流社区的关注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桥界 赵阿树主任表示 今年是华运会40年 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里程碑 所以我知道我们华运会 在我们陈朝全主委的带领之下 号召了很多很多的运动的项目 那听说今年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分享的项目 那今年的华运会的主题呢 我知道陈朝全主委还有各位召集人 都非常用心的规划 叫做龙腾华运 然后光辉事实 那我想说这个一定能够呈现 这个华运会的精神 本届赛事共有19项 包括磊球 保龄球 排球 羽球 设计 篮球 排球 田径 民运竞走 儿童绘画 民俗文化 网球 家庭趣味 拔河 皮肯球 桌球 摔角和高尔夫球 其中磊球和保龄球赛事 已经举办完毕 一区赛事可以报名或者前往参观 羽球超级人黄军照表时 通过这次羽球赛事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桥界 高尔夫球超级人林蒙雄说 高尔夫球是宜球会有的好方式 目前已经有72位球员参加 这是一场非常值得经验的比赛 龙腾华 光辉事实 龙腾华 光辉事实 非常期待第40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各个项目的比赛 欢迎湾区朋友积极永远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